西洋大人 每天都告诉你好天气 明明两天白天的高温 各地会到26到28度 那目前整体环境呢 已经转为偏东风到东南风 或是偏南风的变化趋势当中 封面的云气持续影响 会告一个段落 那整体云气会北台 那由南往北 今天的天气逐渐的好转 南部的天气呢 已经好转了 但是今天转为多云道晴 也会明显回升回温 那东半部还有北部呢 会慢一点点 午后到都会这个转为多云的天气 那今天下半天呢 到周六是一个空档 所以建议你务必要好好把握 那周六晚上开始呢 另外一波封面 将会逐渐的接近北台湾 由北往南将会陆续的游雨 那这波预期呢 在周六深夜到周日通过的时候 也有机会有较大的雨势 不排除有雷震雨会出现 所以提醒您户外活动要多留意一下 那这一波同样也是会出现温度下滑 把跟周六为温的情境有显著的差异 还是要留意温差的变化 尤其是周日一的较量空气会接近 北部还是有可能会跌到都会地区14到15度 空旷地区12到14度的低温 那这波呢将会持续到下周一二 不过华南的云带还是持续的影响 都还是容易有雨的天气哦 可能要到下周三四 降雨才会趋缓 那下周五呢将转为偏东北风 水气将会减少 那清明年假期间呢 整体环境是偏东北风的 那水气也显著减少许多 那这波属于偏东北风的情境哦 但环境是偏凉的 东北部迎风面可能比较阴沉 偶有地形震雨 中南部或是西半部较为晴朗 那大致上呢不会出现近期 每天都是雨纷纷哦 那相对近期呢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不过天气的变动性还是存在着 还是要更新留意 那近期有雨的机会是比较多的哦 只有几天有短暂空档 所以也建议呢 务必要随着天气预报调整安排 不然呢会觉得每天都在下雨 洗衣服都晒不干的感觉 以上气象油 天气风险捧请提供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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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